少小山之前在微博上爆料罢冰冰,冯小刚与王中磊之间的丑闻,是真实在我们还不清楚,毕竟当时人还没有做出什么表示。 现在大家一起来看看是什么事情吧,少小山发文称是华翼毁了他,并且还是范本人把他介绍给冯岛,王中磊认识的,当时的时候,三人一起在洗脚吧,这个地方确实让人产生联想啊,少小山说他去给他们三个人送道纸,因为那一起看的封面是法冰冰本人,所以范就要求他都给他们送点去,他才去道。 而去了之后发现他们三人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,他说这个当事人心里清楚,做人还是一定要安分的,而且他还抱梦了说当时去缝的住住的时候,两个房间是砸通了的,还说已经算是对得起范本人了,说是作为一个媒体人,已经保护了范十年的时间了,还牵扯出了范城城,关键是大家都知道,他是乙范的亲弟弟, 出现在观众视线内的,但一直都有传闻是范的私生子,具体怎么样我们大家不清楚,有一点是无风不起浪,还爆料称,其实范有整锅容。 不过小编觉得在目前这个局面上来看,整容已经不算是什么大事情了,现在范所涉及的事情越来越多了。 还说范城这个人是一个很正直很阳光的人,是一个很好的青年,和发本人实在是不配,不过这一点呢,我们大家就无权干涉了。 毕竟感情这种事情是两个人的事情,他们两人愿意就好了,只是现在大家都需要一个真相,而且网友们说,希望不要再是什么发表声明追求责任之类的话了。 如果这是假的赶紧起诉吧,看完这条猛料,网友们表示说,这一下子信息量有点搭消化不了啊,不过烧小山的爆料真实性有待检查的,因为在前不久的时候,他也曾经造谣过李成和赵薇。 后来被人家工作室发表声明要追究法律责任的时候,又突然删除微博并道歉,称自己其实是喝多了。 再加上李成被本次遇到在美国拍戏,谣言也是不攻自破。 所以说他说的话,到底是真是在网友们表示还不清楚,因为这段时间,崔永元老师正在剪指这一帮人。 也有网友表示,他是不是在蹭热度,最近一段时间跪圈确实有点乱啊,又愁得这个时候,都会出来踩上一脚。 好,纷纷开始内部爆料了,现在网上有的这个叫烧小山的很久之前,就和发疯一样各种黑人家,而且还骂自己的母亲。 所以说他爆料的真实性,还是不能确定的。 也有网友说,究竟他们对你做了什么,范冰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求真相,还有人要求他把证据拿出来,这样的话即使微博删除了也不再怕的,没有证据的言论叫做造谣载败,但如果所说的事情是真实的那就不存在造谣了。 谁有意见可以起诉,我们大家作为赤瓜群众还是安心等待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吧。 毕竟这件事情,当事人都还没有出来说话。